大家好 欢迎收看人民日报海外网海客观察 我是主持人小璇 2023年2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正式发布了 那在这个意见当中啊 乡村民生方面的建设也是一大重点 比如这个意见当中就提出了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以及扎实推进一居一夜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 那今天啊 我们就这一主题邀请到了两位重要的嘉宾来做客 一位是陕西省刘霸县县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周密 以及隐居乡里创始人陈长春陈总 两位嘉宾来和我们聊一聊他们二位眼中的乡村振兴 那也欢迎网友们下载海客视频APP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那首先先和我们网友打声招呼吧 我们从周部长开始 主持人好 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霸县县委统战部部长周密 很棒 那陈总 好 主持人好 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影居乡里创始人陈长春 好的 感谢二位在百忙之中来做客我们海客观察节目啊 那这样我还是一位一位先问吧 刚才那个咱们也说这个意见啊 当中他提到一个宜居一夜和美乡村 光听这个概念我就觉得很美好 那我们周部长 您先讲一讲 您眼中这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们这个乡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介绍一下我的家乡 我来自陕西省汉中市 刘霸县 刘霸历史文化悠久 生态环境独特 刘霸的中药材特别丰富 我们全县有1300多种中药材 同时啊 刘霸有美丽的张良庙 紫柏山四一景区 也得到了全国游客的青睐 同时我们刘霸还是 南水北调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素有天然养霸 绿色宝库的美丽 刚才你说到的美丽乡村 我认为它应该是产业兴旺 生态一居 智力有效 我们啊 这几年围绕着美丽乡村建设 主要做了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围绕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按照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 以产业发展为核心 以乡村治理为手段 一是抢抓了脱贫空间期间的机遇 我们在脱贫空间期间 把所有的基础设施全部建成 我们所有的村都开通了宽带 乡村的整个面貌 以及基础设施 焕然一新 第二个呀 我们就是主要抓产业 我们结合刘霸的生态环境特色 确定了饲养一铃 一旅游的产业发展路线 这个饲养呀 就是发展我们的生态养鸡 生态养猪 和生态养风 以及绿色食用菌发展 一铃就是指 我们临上以板栗为主的灵果业 板栗 临下以中药材种植为主 一旅游 我们主要是围绕我们 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人文环境 打造权益旅游 重点把产业做精 做强 做优 以产品品牌打造 和品种的优良 和市场的营销 以致群众参与产业的风险化解 这几方面延长产业链 真正让群众在产业中得到实惠 把我们刘霸的绿水青山 转换为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 说得非常好 讲的也是非常的全面介绍的 我明白了 这个宜居又是一夜的 这个美好的乡村 在这个周部长眼里就是刘霸 对 没错吧 是不是 那刚才这个周部长也是 介绍刘霸的一些情况 那陈总我知道 您是从事这个乡村旅游创业的 从业者 您在这方面升纲了多年了 大概几年 我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接近八年了 八年的时间 对对对 而且在这之前 其实我一直就在做乡村旅游的市场工作 也做了八年 加起来有16年了 那从2007年开始 那个是我第一次开始创业 主要做乡村旅游的营销和策划工作 然后到2015年的话呢 我转型下沉到乡村去 做其实现在我们政策里讲到的 河美乡村一居一夜 从我在市场方面的认知来说的话呢 就是盘活闲置农宅 因为在2015年那个时候 虽然我做了大量的乡村旅游的营销和宣传工作 但是会发觉一个矛盾 我是解决不了的 就是很多城市的客人 越来越提高对乡村旅游的要求 但是依托农村人自己 农民自发的这个做农家乐 他没有办法提升满足客人的这个要求 那么呢就需要有更高品质的这个产品 和更优秀的运营商到乡村去 结合乡村的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 以及优秀的市场管理的理念 去重新升级原有的乡村度假产品 乡村旅游产品 那么2015年那个时候的话 我就发觉乡村其实在前面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很多村里人到城市去打工 那么呢把大量的农宅都闲置下来 那么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 也就是说通过这些闲置农宅入手 如果把它们盘活 原来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 现在我把它改造的适合城里人来居住 民宿 让城里人来居住以后的话 特色的那种 对它不论长租还是短租 它就可以在乡村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就像我们去乡下走亲戚一样 那么以前其实有很多城市人 想到乡村来玩 但是呢乡村不具备这个承载力 他们就只能去远的地方 甚至于去海外 我的很多朋友 比如说去日本北海道啊 或者去一些巴厘岛啊 韩国很多地方 其实也都是去别人的村子 对 别人的村子未必比我们的村子更漂亮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对和美乡村 有了一个初步的市场的认知 而我通过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就一直和村集体和当地政府结合在一起 想要把盘活乡村闲置农宅 发展乡村升级版的高品质的文律产业 作为我们公司的一个市场介入口 那么在北京的话呢 我们当时到2018年 我们已经发展到了100多个院子 就做各种精品度假小院 有山楂小院 姥姥家 等等这些品牌 那么后来的话呢 也是受我们刘霸政府的邀请 所以第一次走出北京 就开始深入秦岭的这些群山 去改造秦岭里面那些秦岭人家的 那些小院子 小村子 然后去改变村子里的面貌 到现在来说刘霸也是通过 他们发展全域旅游 和他们和美乡村的一个乡村治理 那么呢 与我们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个乡村运营 结合在一起 把当地的闲置农宅一下就盘活了 那么现在刘霸已经成了一个周边 尤其是西安人群必去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那么呢 吸引很多游客了 吸引很多游客 我们的客房这个需要一个月之前 才能预定到 这么火爆 对对对 而且夏天是一房篮球 是吧 去避暑 对 刚才就不想说绿水青山那边森林快 想说22度的夏天 对 看红叶 甚至冰雪活动 一年四季 都是依托大秦岭的这个生态和人文 具有非常强的消费点 现在我们在全国 把刘霸做开了以后 我们进一步面前全国复制 已经全国我们已经有300多个院子 然后的话呢 遍及这个30个村庄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盘活闲置农宅和村集体和政府联合发展当地的乡村文旅产业经济的一个模式 说得太好了 这个模式也非常的新颖 而且很吸引人 说的我都想过去体验一下 因为做到我个人来说的话 就是如果出去玩旅游的话 也是会喜欢去选择这些特色的民宿去体验的 因为它更加能够深入到这个地方去感受当地的这个生活 会比那些酒店啊什么东西 因为民宿和酒店不一样 各有趣为行 民宿的话它不只是住 其实它提供给你一种在地的生活方式 是的 它这个生活方式既把城市的一些居住体验 然后完善到了 同时的话呢 也把乡村的各种风土人情融合在这个小院子里面 你通过和管家的接触 包括通过和周围自然环境的接触 你得到的享受是完全酒店没有办法提供给你的 对 我们的民宿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地 你住到这个民宿里的话呢 原则上来说你可以不去任何地方 它本身也是一个旅游景点 你就有个旅游景点了 当然了 如果你想出去玩到更远的地方 比如说像刘霸的话呢 我们有狮子沟牧场 我们有张良庙去体验一下 紫柏山 包括一些滑水 冬天的滑雪等等这些内容 四季都有玩的 形成了一个乡村旅游的一个抓手 因为这个民宿把城市人带到乡村来 然后也因为大家有了一个落脚点 我们就可以去消费这个地方原来打下的所有的生态旅游的基础 明白了 这个民宿啊 在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大的建议里面 也有专门提到 这就说明什么 这个民宿产业呀 市场非常的开阔 对 然后这个意见里边是这样提到的 说要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 推动乡村民宿提制升级 那这样这个乡村旅游对于这个乡村发展的这个带动作用啊 都体现在哪方面呢 您展开说说 比如说刚才您说解决了就业 然后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啊 还有哪些呢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带动当地老百姓的思维认知的一个改变 思维认知 这是软实力 对这是软实力 因为乡村振兴其实核心是人才的振兴 因为乡村其实前面处于发展比较落后的状态 主要是因为优秀的人才都进了城了 留在村子里面的其实都是生产力各个方面比较落后的 这些老人啊 或者残疾人或者留守妇女 那么呢 我们其实就利用这个民宿这个产业 对当地的所有的老百姓进行一个市场化的冲击 比如说我们在刘巴最开始做这些小院子的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我们就像骗子一样 就说你说 不理解 对 你做一个院子 一晚上你说能卖两千块钱 就一间房能卖一千多块钱 不相信 不相信 他们由开始的怀疑 到最后的就是说觉得不理解 真的有客人来了 我们客人 而且一房难求 他们就觉得城市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就是在跑到我们这山沟里就花两千块钱 就住一晚上吗 那么呢 后来他们慢慢就会接受 当他们接受的时候 他们就会模仿 而我们和政府想打造这个精品民宿 提挡升级 带动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工作思路 就通过他们有了这个模仿的动力 就慢慢的开始展开了 就顺势而为 按照老百姓的这种开始怀疑 到最后接受 再到最后 相信 相信 发展起来 直到他们最近我们刘霸提出来的四个一百的工程 要提升一百个农家乐 发展一百家精品民宿 培训一百位管家和孵化一百个创业青年 其实这四个一百很完整的 把我们河美乡村的建设的从软件到硬件就规划出来了 那么现在他们四个一百已经实现了 大概有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量了 那么我们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设计团队和培训团队一起来合作 然后把当地老百姓的服务品质提升起来 把他们的服务的环境也提升起来 以前他们的农家乐基本上就是卖一百多块钱一晚上 我们提升了以后的话 基本上虽然说达不到我们运营的民宿两千多元一晚上 但他们可以卖到八百元五百元 但即便是这样 已经翻了很多倍了 而且给他们带来的收益非常可观 刘霸这边参与四个一百工程的前一批的这些农户 有人投了一百万 就已经去年一年就已经收获了一百五十万的一个利润 这个当年回本 太快了 而且这样的话银行也参与进来 对对对 贷款啊 政府在做一些贴息 现在刘霸的四个一百 就是说一百个农家乐和一百个这个景品民宿 虽然定的是两年的计划 利用一年就已经实现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可观 因为我们自己做民宿 我们也希望和当地老百姓一起啊 然后呢 形成成行成市的一个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只有这样以后的话呢 政府才会把各种配套 比如说道路啊 水啊 电呀 包括布草的洗涤啊 包括各种供给和保障体系做得更完善 那么我们就成为其中的收益者 同时我们也愿意带领老百姓一起去做 老百姓自己不会运营的话呢 我们通过和他们的一个合作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托管一部分比较落后的一些老百姓 他会建 他拿出自己钱来 建设好了 但他运营不好 我们也托管过来 进行一个市场化的协作 这样我们企业在这个地方 同时我们的成本也在不断的摊薄 也能有更强的收益 各自在做各自擅长的 老百姓也有了收益 其实我们乡村最缺的就是这样的产业链和一个产业生态 如果有了这样丰富的一个产业生态的话呢 其实大家就跟在城里赚钱一样了 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就业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是我们带动的当地的农副产品的一个销售 走出去 对对对 有很多我们的这些院子 其实就是一个体验式的场景 很多客人来了以后 我们给他们吃的菜呀 这个供给的水果呀 都是当地产的 因为他们吃的在这种原生态的水果蔬菜 其实很好吃 所以他们就互贵乡经济啊 又带回去一些 带回去以后又觉得好吃 就通过我们统一跟政府搭建的电商平台 再去持续的再购买 那么呢 我们就相当于是利用这个民宿的窗口 把我们的农副产品 后续的产业链也连接起来了 所以呢 一个面向高净值人群的 从闲置资产的盘活 到劳动力的带动 再到农副产品的带动 而且都是一个升级的产业链 都比以前的客群更高净值 都比以前的产业 也更精致 输益也更高 所以现在我们和刘八仙 就形成一个全域的 乡村文旅的一个开发的合作模式 我们企业也特别有信心 政府的话呢 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外界的一些资源 和外界的一些支持 那我们政府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去帮助这些企业 帮助这个乡村振兴 这个我觉得我们政府呀 一个是搭建平台 我们通过平台 我们通过这个17年的时候 我们召开这个乡村论坛 复兴大会 然后把这些企业请进来 第二个呀 我们就在资源的整合上 比如说陈老师 他们在楼方沟 我们是把所有的闲置资源 整合到村集体 由村集体来和公司来开发 刚才比如陈老师说的 这个乡村旅游 对乡村 就民宿 对乡村振兴的一些促进 我觉得呀 这里面 你比如说 它首先解决了 咱们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的一个问题 就乡村民宿是一个非常好的业态 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它所有的管家都是它本村的 这是我们政府解决群众收益的一个问题 每一个管家基本上平均工资 就在三千多元 第二个呀 我觉得它解决了一个人居环境的问题 因为乡村旅游的重点是看环境 以前的环境是得政府来强制性管理 群众通过发展这种乡村旅游 它得到了好处 然后它知道这个环境的重要性 从被动的管理到主动的来接受 到主动的来维护 第三个呀 我觉得乡村旅游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传播了我们的乡土文化 因为乡村旅游除了看风景以外 它更多的是感受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 我们通过这种旅游 潜移默化的把我们的民俗文化 龙根文化传播出去了 同时呀 这个乡村旅游也提升了咱们群众的素质 刚才陈老师也讲 我们刘霸对所有的这个乡村旅游的从业者 经过多轮次的培训 通过这些培训一方面提升了他们的服务能力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他们个人素养 这些人呀 他那个散开就是满天心 聚在一起就是一团火 所以它会影响更多的家人 所以我们整个群众的素养得到了提升 最后一个最重点的就是 我觉得我们发展这个乡村旅游 撬动了民间资本 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 我们刘霸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 提出了四个一百工程 这四个一百工程 它是一个概念 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就只发展一百个 它通过这个概念 比如我们发展一百家民宿 提升一百个龙家乐 这个推动一百人创业 培训一百个管家 通过这些工作呀 我们政府只需要出台政策 然后给予一定的奖励 和给予一定的资金贷款奖补 通过这些 我们就可以撬动很多民间资本 参与到旅游发展过程中 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 仅去年一年 我们投入了大概不到两千万 我们预计撬动民间资本 在两到三个亿 这个很好的 十倍十几倍 对 很好的触动了咱们 这个乡村旅游的这个经济繁荣 从我们做企业的角度来说 我们希望当地政府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保障 或者说一些政策 其实是不多的 对 我们往往是最希望的是两点 第一点的话 政府你首先你要能够打出一个样板来 证明这个市场存在 然后的话呢 这样我的投资风险 我在当地不论是做投资 还是做运营 我在做这个产业的过程中 我冒的险就比较小了嘛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在全国 相对振兴我们接触的比较多 政府就一味的只去招商 从一开始就去希望别人来投资 其实这个路径还是比较比较偏颇的 那么呢 就拿刘爸来说 就一开始他是政府和村集体来投 对 然后呢 我们作为运营商介入 我们去运营 相对来说我们的风险就小很多了 是的 但是我们带来的这种智力的投入 其实当地很稀缺的 当地没有这样的市场的认知 没有这样的管理能力 没有这样的产品塑造能力 那么我们把当地最缺的东西带来 但是呢 当地政府打出这个样来了以后的话呢 其实对后面市场的带动 和鼓舞社会资本的这个信心 它起到的这个作用 是比你做一些奖补 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的 我觉得这是刘爸做对的地方 第二点的话呢 其实刘爸还有做对的一个地方 是其他很多地方政府都不能比的 也是我们做企业的最担心的 就是说你的政策总是在变 就是说我们觉得最好的营商环境 安全感上 对对对 因为我要搭建一套体系 我要把这个市场的一个链条打通 我需要好多年的积累 很有可能我前面时间一直都是 软性的和硬性的投入 但是等我到变现的时候 可能你的政策一下又变了 你或者因为政府换届 或者你领导的一个想法又不一样了 然后导致政策的不稳定性 这对我们是最大的风险 但是刘爸四届政府领导 都是贯穿的一个 以旅游发展 一夜突破的这么一个理念 非常坚定 就像一纸蓝图画到底 四届政府把一个规划 把一个旅游发展的这样一个理念 贯穿下来 那对我们来说心里特别有安全感 企业财感在这里生耕啊 那边扎根啊 是这样的 很好很好 大家跟二位聊那么多 我也是觉得很兴奋啊 一定要去刘爸走一走看一看 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地方 能够复制咱们这样的模式 带动更多的这个老百姓 过上红火的日子 是 那我们现在在全国已经有好多的政府 已经到刘爸来参观 就仅仅从我们这边来 这个复制出去的项目 都已经落地运营的 已经有五个了 在武当山有 在这个四川的小梁山有 在山西也有 那么呢 这个现在正在建设的 就十多个了 所以这个复制发展规模特别强的 比如说刘爸通过 他全域旅游的这么一个 用民宿作为抓手 发展乡村文旅的这么一个模式 其实已经走出来 自己的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其实对于很多 欠发达地区 尤其是一些山区的一些县城 是特别值得借鉴的 太好了 也希望我们的企业越做越大 您越忙越好 然后那现在也是正值全国两会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呢 那关于咱们这个乡村振兴 还有乡村旅游方面 二位有没有什么建议 来给我们全国两会提出来 我们还是先从周部长开始说一说 我有点建议啊 就是在乡村振兴过程中 能够打破城乡壁垒 把乡村的这个 闲置的这些资源 在保障群众利益的前提下 能够更好地利用起来 让更多的社会资本 能够参与到乡村振兴过程中 特别好 那我们这个陈总 我的建议是 因为我虽然做旅游 但是呢 我觉得旅游带给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 它是有天花板的 也就是说只有更多的创业者到乡村来 更多的多样化的产业 甚至于更多一居一夜 更多的人住在乡村 它的乡村发展的机会才会更多 而不只是浅浅的来旅游 住宿一两天两三天 如果说比如说现在一些青年人 或者说一些乡闲 他们能够长期就在乡村创业 就在乡村的这个环境下 做城市里面的工作 比如做一些文化创意工作 或者做一些远途的数码游民 就是包括互联网的一些工作 现在通过疫情的检验 大家完全可以远程办公 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 比较实行的工作方式 就是做数码牧民 那么也就是说 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我打开电脑 原则上我可以跟世界上 任一个办公室连接 我开会讨论工作 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 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类似的一些政策 鼓励这些城市的年轻人 或者说城市的一些初老型人群 能够让他们在乡村扎根 待下来 我觉得特别需要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保障 让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其实他给乡村都能带来新的理念 和持续发展的动能 这个动能是对这个旅游来说 是一个升级和跳跃 如果下一步我们在村子里面活跃的人 不仅仅是来旅游的人 而是在这个地方像宋庄的那些画家呀 或者说一些文创的工作者呀 或者一些互联网的工作者 如果能够 比如说在土地保障 或者对一些政策落户保障 各个方面都能够给到他们一席之地 那么我觉得这会是将来解决我们城市的工作压力 缓解城市的工作压力 同时的话呢 平衡我们乡村的产业发展 然后形成一个真正的城乡融合的 就是说更密切的这么一个路径 我觉得这一点上 因为市场已经成熟了 因为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说 已经在探索这些市场 现在有一些客人 就在我们小院子 一包院子包上一两个月 我们都很吃惊 对吧 他们觉得环境好 能住得下来 对我可以为他买单 你有当地的管家 当地好的食材 好的山水空气 我不用在城市的格子间里工作 愿意长期在这里 我愿意在这个地方 不影响我收入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做文稿撰写工作 我可以做艺术工作 也可以做互联网工作 我可能到时间我的工资 我的书役就打到我账上了 完全已经时代发展到这个状态 我们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保障 政策的支持 对对 乡村的之前的一些落后和衰败 是源于这个乡村的人才都流失到城市了 但既然现在有很多城市的有为青年 想要回到乡村 那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一些制度性的一些保护或者鼓励 那么当年轻人 尤其是一些优秀的年轻人 或者一些初老型的人群 他不以养老为目的 他是以生活和生产为目的 到乡村去还能发挥自己的余热 比如说做一些吹拉坦畅的工作 做一些写作工作 当这些人开始进入到乡村 那我们乡村振兴就知之可待了 是的 那肯定发展和变化会越来越大的 就是陈总说的 有志青年快到碗里来 是这个意思吧 事实上是现在大家愿意去 我接触到很多一些青年愿意到乡村 比如说就拿我们公司来说 我们公司一百多人 那么其中住厂的经理 就在各个项目上住厂的经理 有五十多人 但是以前刚刚我们创业的时候 大家都不愿意到乡村去做住厂经理 就觉得太苦 吃住都跟农民在一起的 就觉得原来村子的环境都很差 但是随着我们逐渐的这几年的发展和改善 政府也在改善 那么我们企业也在改善 那么发展到现在的话 我们的所有全办公室的人 最驱逐若物的就是去住厂当经理 因为当经理输入很高 那么一年有二三十万的收入 反正是干买两三年的 干买两三年的以后 他买房买车根本不成问题 因为这二三十万是他纯烙在口袋里的 他几乎不会有任何其他花钱的地方 那么这就是乡村给一部分年轻人的机会 那么比如说一些职高生 或者一些这个并不是名校毕业的学生 他们求真务实 他们想要改变自己老家的面貌 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 那么他选择到一个村子里去 做我们这样的工作 那收益就足以支撑 他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保障 那更不用说像一些做文创的一些年轻人 或者做艺术的一些年轻人了 就拿秦领刘霸来说 我们已经吸引了大量的七九八的 和宋庄的一些艺术家 已经在刘霸建我们楼放沟的艺术集群 他们把艺术工作室就放在山沟里 而且非常开心 那么呢 另于创作 对 另于创作嘛 很有灵感 他比起他在城市里面生活成本又低 那么呢 他的灵感又丰富 人又很开心 而且在这个地方又能找到 很快速地找到自己 志同道合的一群人 那么开车 绕过一个山林 就可以到一个好朋友那里去喝茶 其实现在很多佛系的年轻人 更追求这样的山沿生活 更自由 更自由 他不需要赚更多的钱 他不想成为首富 不想成为五百强的什么职业经理人 他就想获得自己宜然自得的一个平衡的生活方式 享受生活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个产业 很坚定的有信心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觉得生态文明的发展 势必会成为我们乡村引爆市场的最核心的一个发力点 说的太好了 那通过刚才周部长还有我们陈总给我们深入的全面的介绍 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乡村旅游产业前景非常的开阔 同时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新的动能新的抓手啊 那现在也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了 我们也呼吁网友们啊 能够好好地出去游山玩水啊 享受生活 享受这个青山绿水 那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我们海客观察 也感谢网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再见